面對反防疫措施的抗議浪潮 有報導說聯邦保守黨臨時黨令貝金迪 建議黨員不要叫示威貨車司機離開握泰華 劉少倫報導 根據CTV新聞引述保守黨一份內部電子郵件 新當選的臨時保守黨領袖貝金迪 建議保守黨高層議員不要叫貨車司機離開握泰華 而要將抗議活動定為總理的問題 環球郵報分析認為貨車司機抗議疫苗活動 已經成為保守派政客的一個機會 因此有保守黨民粹主義代言人形象的玻璃愛 就成為了保守黨黨夫接班人暫時呼聲最高的人選 報導指他自秋季選舉以來 一直在議會中試圖建立黨令人選的形象 同時建立了一個巨大的民粹主義社交媒體品牌 上星期貨車司機抗議活動開始時 玻璃愛比奧圖更堅決更快地高調支持 反對強制疫苗接種的示威者 並說會親自見他們 相比競選作風溫和的奧圖 玻璃愛被指言行更尖銳 代表更保守的聲音 在反墮胎、支持槍械和反疫苗等議題上 玻璃愛已成為黨員的寵兒 玻璃愛的個人魅力評價衰高 但同時亦有分析認為 他的鮮明作風會令保守黨 流失一些近郊地區的溫和選票